大家好,我是南妹 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茄子烧豆角 但是在家做出来的茄子豆角都没有饭店的那么好吃 这道菜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 只要掌握这几个小技巧 保证让你做出来的茄子豆角比饭店的还好吃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茄子豆角最简单的家常做法 让你几分钟就可以学会 一起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小把的豆角 今天买的豆角非常的新鲜 先把豆角处理一下 把头部切去不要 然后再改刀切成长段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切好之后装在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往里面再倒入适量的清水 先把豆角清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两根新鲜的紫茄子 我们在选茄子的时候 要选择这种比较古一点的茄子 而且一定要买这种紫霸的茄子 这种茄子皮薄肉厚 而且颜色也非常的好看 口感也非常的不错 千万不要购买绿色茄霸的 那样的茄子吃起来水巴巴的不好吃 先把紫茄子切成长条 再从中间对半切开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之后 将它放在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再往茄子里面加入一些清水 用手抓拌均匀 让每一片茄子上面 都能沾上一层清水 接着再往里面倒入一大勺的玉米淀粉 再次用手抓匀 让茄子上面都能均匀地裹上一层玉米淀粉 这样可以锁住茄子里面的水分 同时也可以让茄子在炸的时候不容易吸油 抓成这样就可以了 先把茄子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瓣大蒜 因为大蒜的根部吃起来口感不好 所以要把根部切去不要 再用刀把大蒜拍扁 大蒜这样拍一下 能够释放出蒜香味 然后再将大蒜改一下刀 切成小一点的颗粒 也不要切得太碎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大蒜我们可以多切一些 这样蒜香味浓郁会更好吃 全部切好之后 将它放在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个新鲜的小米椒 小米椒的价格一直都很贵 我们这边卖38元一斤 你们那边多少钱呢 先把小米椒切成小圈 切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 再准备两个青椒 把青椒也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着再准备一个小碗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两勺生抽 半勺老抽提色 再加一勺蚝油提鲜 少许鸡精 一勺白糖 最后再来一点玉米淀粉 一点胡椒粉 然后用勺子将调料搅拌均匀 让调料化开 再加入小半碗的清水 稀释一下 继续搅匀 提前调个碗汁 是为了节省烹饪的时间 这样以免在炒的时候 手忙搅乱 搅好之后先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中加入多一点的菜籽油 我们在炸东西的时候 最好用菜籽油 因为菜籽油的腌点比较高 很适合油炸 炸出来的东西会很好吃 油温烧至五成热 用筷子试一下 旁边冒小泡泡就可以了 然后把茄子倒入锅中 开中小火慢炸 一边炸一边用陆勺翻动 让其受热均匀 同时也可以防止茄子 粘连在一起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借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关注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 茄子炸至表面微黄的时候 捞出来 控干油分备用 紧接着把豆角也倒进去 炸一下 豆角炸的时间不易太长 下锅后快速的翻动几下 把豆角炸至变色就行了 炸的时间过长 口感就不好吃了 炸好后将它控油捞出来备用 锅中留一点底油 把辣椒和大蒜倒进去炒香 青椒也倒下来继续翻炒 把辣椒炒至断生 把它们的香味充分的炒出来 然后把炸好的茄子和豆角倒入锅中 快速的翻炒均匀 茄子和豆角都是炸过的 基本上已经熟了 快速的将它们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就行了 炒匀之后 再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继续翻炒均匀 让所有的食材都能充分的吸收料汁 哇,这料汁一倒进去 真的就好香啊 颜色也出来了 简单的翻炒几下 差不多就可以出锅了 把豆角茄子都炒至入味 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有食欲 现在闻着都要流口水了 炒好后盛出来 装入盘中,微微即炒 一道鲜香下饭的豆角烧茄子 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豆角茄子 怎么吃都非常的好吃 配上一碗大米饭 真的是太香了 拌面条,夹馒头,夹饼吃 都非常的好吃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在炸茄子的时候 要先在上面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 这样再炸的时候就不会吸太多的油了 而且吃起来也一点都不觉得油腻 豆角下入油锅之后 不要炸的时间太长 把豆角炸至变色就可以捞出来了 这样才会锁住豆角里面的水分 吃起来才清甜的脆爽 我们提前调个料汁 可以节省烹饪的时间 如果炒得太久 颜色就会不好看了 这些小技巧 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请你伸出发财的小手 点赞关注留言转发一下吧 点我投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感谢大家耐心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